好 那第二回合比赛也开始了 那刚才其实在第一回合间隙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个镜头啊 给到了我刚才评论系的田野老师 那我也让林飞老师猜测一下 这个田野老师刚才说了什么 因为在这个回合间休息的时候 好的啊 连续的前手 打的对手腕目 连连的后仰 对 不错 日本选手的抗击打能力也是非常的好 没错 也还了回来 一定要注意防守 对 注意防守 好的 连续的击中对手的头部 那么能看得出来 来自日本的选手腕目 抗击打真的是不错 没错 伊利还在往前压 脚步在往前压 对手的这个机会机遇抓得很棒啊 就是在伊利下提出完拳的那一刹那马上出拳啊 非常不错的一个前手的勾拳 哇 后手拳打中 连续两个后手拳 伊利要小心注意防守 伊利要保持自己的输出 注意防守 好的 又是中击 哦 完木的抗击打确实不错 哦 继续后手拳 又一滴后手中滴 逼到了绳脚 哦 伊利一直在保持着压迫 看手 后手 哦 从绳脚跑了出来 丸木的眉弓已经被伊利打破 没错 哦 漂亮 又是两边攻击 非常漂亮 又是后手 连续的后手 压迫在这对手 哦 丸木的眼角一直在流血 看看伊利能不能把握住这个回合的机会 能不能在第二个回合就终结对手 嗯 但一定要要提高警惕 把注意力激动 没错 前手 也正像刚才林飞老师说的那样 除了在保持输出的同时 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防守 是的 日本拳手的这个意志品质 是相当的顽强 对 切不可大意 切不可调义轻心 哦 还有 还能组织有效的反攻 没错 伊利一定要注意对手的这种反击 哦 又是一次后手很壮啊 丸木的这个后手 也很壮 是的 是的 哦 好的 后手拳 又是一次 日本选手的抗尼塔确实太强了 真的是 如果换成一般其他的选手来说 可能 可能早就倒下了 对 可能早就倒下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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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三回合一开始 完木这边好像要展开反击 对 日本拳手主动进攻 控制一下节奏 完木这边眼角的这个开口啊 可能会对他的视线造成一点影响 刚才回间休息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拳脚也是助手 帮他紧急的处理了一下 没错 我们看到资料显示完木的团队 一个是他父亲 一个是他的哥哥 父子三人都是职业拳手 都能有职业战绩 也是一个拳击世家呀 是的 这种传承 我们看到伊利的父亲 也来到了拳脚 来给他的儿子当主手 没错